见证程度交通每一天 这里是幸福三频道 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 接下来是今天的谈谈交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谈谈交通 咱们前方有一辆奔驰啊 这里边这个驾驶员是一边开车 一边在抽烟 你看这烟灰就弹在了车窗外边 这居然还一边打电话 你说这够忙活的啊 这是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 我得上去提醒他一下 喂 您好 您好 你好 程子 你干嘛你 算了嘛 谈警官 这位朋友看着好孝顺的 我经常看这节目 经常看我们节目你就知道嘛 我们就是聊聊天嘛 然后对你的违法行为进行 这个安全的宣传一下 你不至于嘛 等下朋友看到了要洗脑口了 谁洗你脑袋啊 没事 我跟你说 你干嘛 你学习是吧 还看报 高中少女 亲密北大教授 你在干嘛你这个 我经常看的节目算了嘛 要不就 而是你节目终时你粉 粉丝啊 你终时粉丝我都看不到你的样子 我是吧 你能下车吗 下车我们聊一聊 好吧 不要拍吧 拍肯定是要拍的 我们这个也就是进行交通安全的宣传 没事 我跟你说 你这小伙子 你整得跟大姑娘一样的 你没事 来 来吧 等下朋友看到好朋友看到是老口的 你能不能下车 我请出示您的驾照 咱们很严肃一点 我跟你说 好不好 我下次吧 谭警官那个就不 我下次我下次 哎 对对对 下次哥嘛 下次他们聊一聊天嘛 你看哪没见过你这么这么害羞的 你这 好吧 你看你看这样怎么聊的你这个 我这感觉跟恐怖分子在聊天一样的 这人只聊一样的 谭警官 我听得到 你听得到我看不到你呀 我 我就看见这个高中少女 清明北大教授 我跟你说 你这什么时候的报纸 你这是啥 这个报纸我车上垫东西了 垫东西了 不 你这样 我总觉得这样说话很别扭 你要不你露个眼睛出来 我这样 我给你扯点 是不是露个眼睛 眼睛就行了吧 来来来 哎呀 眼睛人家不是认得到 什么眼睛认得到啊 哎呀 你看这一双水旺旺的大眼睛 这多好啊 来 来 好了 哎呀 这个 对对对 露露出眼睛了 哎呀 这样子 眼睛出眼睛是认得到 哎 你还这样子来 还让你说嘛 你这 我这 那我这 哎呀 你这不至于 那来来 咱们这儿聊去 你有这么不好意思吗 啊 不是啊 这个 不相出名吗 但你节目太好咯 你知道吗 你想想你今天一边开车 一边在干什么 我打电话 我跟他说我在开车 我马上把电话也挂挂了 还有呢 你这个在干嘛 抽烟 抽烟 咋这么烟头没乱扔的吗 你烟头没乱扔 但是你开车抽烟 打电话 这是危害到你安全驾驶的一个行为 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你要多想想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交通安全意识 真的是很成问题 你干什么啊你 他拍到我前面了 哎呀 拍侧面又怎么样了吗 我今天要好好地给你讲一讲 你今天这个交通安全的意识问题 我觉得应该从你的思想根源 哎呀 算了嘛 谭浅 我今天还有几十 要不发低点钱意思哈 我真的这样感觉的 发低点钱 我跟你讲 你这个 先说扣分 你得扣好几分 你也罚款 罚好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是有点举臂哦 行了 小伙子 我说你也别谦虚 之前我遇到了一个跟你一样的 也是开的那个 是S600型的 人家那个 12项交通违法行为 罚几千块钱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前方的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 刚刚是在上一个路口冲红灯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你看在这个路口 它依然是在冲红灯 表出来我们这基本上 没有违章 好多违章 经营不过 我都要太过了 S600的豪华轿车 价值差不多都快三百万了 对不对 腰上系的这个爱马仕的皮带 那也能够买辆车了 但是你想过吗 这个财富能够和安全意识成正比吗 从监控纪录上查了有十二条违端纪录 处理了吗 都没处理 多少条 十二条 你可以刚才像你这样说 这个制服下边的这个谭警官 有个屁用 但是如果你不听穿着制服的这个人民警察 给你讲这个安全的重要性 你要不听出了事了 你连屁都没有个用 我这个长得跟S600那么不必要 你这是比不上S600 但你这 你这再怎么你也算是B级车是吧 B200 对不对 你这二三十万啊 所以我经常都在讲 你说这个开豪车的 不一定就有很好的交通安全意识 我这个不是的豪车 你这比不上那个S600 对不对 但你这个也不错 一般我知道你们这种经济状况的 家里边都买好些 那是就这么一辆 没了啥子钱的 你没 你没钱敢把方向盘放外边吧 你大家说 不可能的 不你这个 你行事生我看一下 你这是 这是什么车标 你这是啊 你这中网 你现在 你改过的是吧 你这中网现在是奔驰的 你看你这个啊 轮毂的车标也换了啊 方向盘上的车标也换了 你你是你 你这个你后边哎呀你这后边的车标你也换了啊师傅 你怎么怎么在想呢你 你什么排车的这是 北京骑车 你看你这个样子一弄啊 你这算是改变车身的外部特征 这是非法改状这个 网上都说的这个是北京骁奔 嗯 还有个奔驰标一把 一把人都认不出来像吗 你不是认不出来 我说实在我刚才你从这来的时候我都没有认出来 你这 现在真有这种人啊你说啊他把没事他把改成那个迷你库盆啊 他改成史马特呀你这改成那小奔驰了现在啊你前面你要开着车子你要出个什么问题了那人民群众报案了 啊有一个奔驰啊一个高帅富开着话把我转了我们哪去得你得混小私听啊 啥子高是凤哀丑穷搬串的小伙子你还搬串的你挨吗你你个子比我还高啊你这丑你拿报纸挡住这个脸你看不出没丑啊你穷吗你你这车买多少钱 六七万六七万六七万就改装一下你就变二三十万的车子了你这种现在这哎你好你好有事吗没事我来看看 你看你我你看我啊你就看我都不带这不带这水果吗你就看我走走我照待你吃饭哦谢谢谢谢哎呀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我们这正在对这个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这个纠正处理啊也希望你们呢也都都都要注意交通安全好吧挺受人尊重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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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都不愿意见我你看他他都把他都把脸当住啊好的好吧那就要注意安全哈 没事啊你开车开车小心点哈没事没事我特意来看看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吧那个再见再见啊这个注意交通安全啊你看看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关注我们这个交通安全关心我们这个栏目十三十六个人的节目了我们都能看我更加蒙的哦 有啥笑人吗有啥笑人的我跟你说真正笑人你这个样才笑人我跟你说你说你从一下车你拿抱着把脸遮住现在闹半天你这个车自己的车标原来是自己换的啊你说你这是这是什么心态这个跟那个人民日报那个评论说的屌尸心态有什么区别啊你这有一首歌就是唱给屌尸心的啊 就那个嘛就那个嘛就那个就那个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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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唱了,唱了,谭心官,我继续处理,我继续处理,你不要唱,你不要跳怒 我,我为什么要给你唱这个 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有你这样的交通安全意识,你这就是挨头虫 我真的很希望每一个交通参与的都能够成为一个参与交通当中有更多的交通安全的意识 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高率爱富,明白吗? 好,明白 你这你必须今天你要跟着我到这个交警分局 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好吗 你还站住 哎呀没路连话 我旁边朋友谈的 你今天都这么如此妖艺的打扮 你没有人能认识 我保证你妈妈都不认识你好吧 你等会跟着我到里边去好好的学习 今天你这么多交通违法行为 都要对你进行一个处理的 啊 说句心里话 今天这个小伙子 我说实在的 你看首先呢是把自己的车子车标给换了啊 就是改头换面啊 现在然后呢又用这个 现在报纸没有了 报纸呢 报纸放车上了 啊 这个用报纸墨镜啊 把自己的脸呢又当的是面目全非啊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遮丑的行为 可能只是遮住意识 但是如果我们要再想在这个参与交通的时候 在这个马路上不出丑 我觉得那只有靠良好的交通安全意识啊 好吧 往里面走啊 我们的身材了 我们的身材sequ象 我们我们ys材 새 我们的身材